南宋是宋朝的第二个时期,南宋的开国皇帝是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他因为母亲地位低下,为了引起父亲的注意,从小到够就非常勤奋,拉弓射箭,诗词歌赋,样样精通。 公元一二五年,金太宗发动第一次清宋的战争,金兵分东西两路南下,西陆军攻克树地之后,被阻隔在太原无法南下,东陆军渡谷黄河直逼都城汴陵,十二月,宋徽宗传位给太子赵衡,自己退位坐上了太上皇,宋徽宗带上自己的亲信跑到了金口,金口就是今天江苏省的镇江, 随后赵衡继位,他就是宋亲宗,他看到太上皇走了,他也打算跑,但被李刚等人阻止,他就任命李刚负责都城的防御,公元一二六年,汴陵军民在李刚的指挥下多次打退金兵进攻,东陆军的主帅,蜿蜒中望看到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是宋朝的各地援军陆续赶到,他认识到此处不可久留,就答应了宋亲宗求和的请求。 他要完钱之后,为了保证自己撤退时的安全,还要求宰相和亲王作为人质。宋亲宗把宰相张帮昌豁了出去,但到了自己的弟弟,宋亲宗有些犹豫,他把弟弟们叫来,问谁愿意去。 这时,宋亲宗站了出来,他说:"我愿意去。出发的时候宋亲宗带着文武百官,为宋亲宗和张帮昌送行。宋亲宗说:"如果金宋两国交战,不用考虑我的安危,这一年宋亲宗只有19岁。 到了金宇,万人忠望想给宋人一个下马威,让武士在大帐门外排成两行,刀出销,剑上弦。万人忠望看到战战兢兢的张帮昌和平静的赵狗。 按照万人忠望对宋朝亲王的认识,他开始怀疑赵狗的真实身份。那几天,赵狗天天捧着孙子兵发看。万人忠望决定试探一下赵狗,就说:"你们众人看什么书都没有用,打起仗来还不是望风即溃。赵狗反问道:"是吗?"然后手指万人忠望身后的那张宝公问:"这宫是你的吗?我能拉开?" 万人忠望把宝公递给了赵狗,并羞辱赵狗,要小心点,免得把手割伤。赵狗拉满弓之后搭上剑,然后对准万人忠望。吓得万人忠望赶忙跑出了战外。赵狗哈哈大笑,万人忠望很是生气。万人忠望决定和赵狗比射箭,万人忠望把三支剑射成一条线,而赵狗射成了品质,这和重吻的宋朝大环境不靠边。更加三了万人忠望。 万人忠望的怀疑,这时北宋最精锐的陕西军将领姚平忠建议宋亲忠派兵偷袭金营一定会成功。宋亲忠竟然同意了,然而金朝的密探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万人忠望。 当姚平忠带领着八千士兵到达金营时,却发现营中空无一人。姚平忠知道宋记,但为时一晚,最终宋军全军覆没,结营失败。万人忠望大怒,带领着士兵抡刀折问。 张帮昌贪远在地,说不出话。赵构依然一副波澜不惊的表情,回应道:"大宋秦王的兵马云集有几十万只众,有一两只兵马没有约束住,其来结营也很正常。 万人忠望看到赵构始终从容淡定的样子,怀疑他是降文之子冒充的。 万人忠望看到满脸子泪痕的张帮昌和神情质弱的赵构,他彻底肯定了自己的判断,宋朝不管这个亲王的死活,这个亲王一定是假的。 万人忠望感觉被欺骗了,立即通知宋亲忠派一个真亲王过来,于是宋亲忠派出肃王代替了赵构。 宋王见到金兵,立刻瑟瑟发抖,口不能言,和张帮昌如出一辙。 万人忠望看见以后,认定他是货真价实的亲王。 后来,金朝与宋朝商议可以割让土地给他们,竟然这才将宋王放了回去。 万人忠望得到首付的二十万两黄金,四百万两白银后,撤军北环,宋徽宗也回到了汴梁。 施舍拿着皇帝的割地诏书,到了太原中山河间山镇宣读,但遭到山镇官员的抵制。 宋亲忠得知山镇不肯投降,加封山镇官员保奖首成之功。 他先后派出数十万军队解救太原,但宋军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战,先后被金军击溃。 李刚被祖和派排挤出巢,出任解救的总指挥,行动也以失败告终。 他原成最终沦陷,不久两路金冰再次大举南下,宋亲忠匡忙派人与金冰议和。 王恩忠王后来得知赵国为真正的亲王时后悔莫及。 他接近宋死时表示,议和则只要康王赵国。 宋亲忠于是又让赵国出使金颖。 同他前往的还有上书王云,带两人走到河北的池州,被大将宗泽提醒,敌营已经有亲王作为人质,既然并没有真心讲和。 宗泽建议造构,先回到朝廷后和皇帝说明情况。 身旁的王云也表示同意。 不料,池州百姓听说朝廷又要议和,大为不满,加上王云跟拥挤过来的百姓发生了语言的冲突。 结果百姓大骂王云为汉奸,随后王云死于乱泉之下。 明代的学者刘公主认为,如果当时没有王云在身旁,被打的就是赵构。 对此赵构也心知肚明,故称帝后封王云为忠贤公。 他还亲自下令为其修建庙宇,此时对赵构影响极大,让他认识到百姓的可怕。 当时持艘兵马并不多,遭到金兵进攻很难保全,于是忠责和赵构就来到湘州。 湘州就是今天河南长的安阳,12月金兵东陆军再次边临边凉。 而西陆军没有太原的阻拦,南下异常的顺利。 他们渡过黄河,攻克洛阳后,逐力掉头,与东武军合为变梁。 宋青庄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主持兵马进京秦王。 但赵构却命令中泽,领军救援变梁,自己先后跑到了河北与山东。 此时赵构的锐气已经荡然全无,他认识到保命才是第一要务。 不久,变梁的外城被金兵攻破,宋青中前往金营义河时被押。 金人在公元127年攻陷了变梁的全城,北宋至此灭亡。 由于金国无法统治北宋的国土,同时也为了避免受到北方人民起义的直接打击。 他们决定建立傀儡政权,以便自己搜刮百姓的财富。 公元127年3月,金国撤离张邦昌为皇帝,建立国号为大厨。 张邦昌知道这个龙椅不好做,当时大多数的汉臣都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其中最为激烈的便是钱贿。 张邦昌于是诈柄拒绝登机,但最后金国以图成销要挟,逼迫张邦昌就范。 张邦昌坚决拒绝朝廷官员向他行跪拜大礼,他始终与朝廷官员保持着平等关系。 不久,金国的军队略接了北宋的宗室在京官员以及大批战利品北归。 第二天,张邦昌听从大臣的建议,派人四处寻访康王赵构,并计划出迎宋泽中的费皇后梦时入宫垂帘听证。 公元127年4月,张邦昌正式宣布退位,唯处政权致此宣告灭亡。 他前后共存在33日,其后不久,赵构正式继皇帝为建立南宋政权。 他由尊被掠到金国的母亲尾次为宣和皇后。赵构迫于行事严峻,启用李刚为宰相。 李刚复错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弹劾张邦昌。赵构于是将张邦昌贬为节度赴死。 不久,金兵以张邦昌被废为名,派兵南京。同年9月,赵构下诏将张邦昌赐死。 随后,金军以张邦昌被杀为由,再次攻打宋朝。 赵构见金兵来袭,他下达了寻兴东南的手造,目的地是健康。 李刚则极力反对,东京留守忠则还请赵构还督主持恢复大忌。 李刚抬出不久前他独留中原的承诺,迫使他收回场面招致赵构的记痕。 8月,赵构提升李刚的政敌官职,形成了政治上对李刚的钳制局面。 不久,义和派的黄前善让亲信张骏弹劾李刚。李刚愤而辞职。 李刚主政仅有75天,公元128年金军包围了济南。 刘毅是济南的知府,金军趁机劝诱了刘毅,刘毅于是杀了他的部将官省,率百姓投降。百姓不从刘毅现成投降。 官员130年,在金朝将军完颜中汉的策划下,刘毅继皇帝位,建立国号为大旗,历史上称为伟旗。 伟旗建立前后,赵构便将主要的精力用于平定那一步的叛乱,加上惧怕金朝或未对伟旗采取较大的军事行动。 金建立伟旗政权的目的就是用它来镇压北方人民抗金的斗争。 自金西中纪委时,中汉去世,其集团势力瓦解,由于失去了最大的靠山。 另外,北方汉族聚集区经金朝的多年的镇压和经营,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人民抗金的情绪有所缓和。 金西中担心伟旗势力弱大,于公元137年废除伟旗政权,将刘毅嘉签字上京,致使立国7年的伟旗政权结束。 当时,赵侯没有对抗金朝的决心,他难逃到了扬昭。赵侯于是冒称为赵侯的弟弟信王,聚兵于瓦马山抗击金军,寻求赵侯的支持。 赵侯名义上支持,但实际上却是千方百计的阻拦,最终导致了赵侯的失败。 忠泽也忧愤而耻,忠泽死后,金军决定南伐,义军被逐个击破,官军则分崩离析,不久金军攻破了汴梁。 赵侯令百官易事,有大臣请求难逃。赵侯看到前线战报后急忙连夜撤退。赵侯的预传停泊在河岸,扬昭百姓十分恐慌。赵侯这才下令民众可自行躲避金军。 城内的居民听说皇帝出城,也纷纷向城外逃跑,城中拥挤混乱,使伤与落水者不计其数。 事后,朝野将扬州大溃归咎于宰相,赵侯于是替换了宰相。在赵侯逃跑的路上,宦官依然肆无忌惮,作威作福。 这激起了居民的极大义愤。将领苗复和刘正燕利用剑子对朝政的不满发动了兵变,杀了赵侯信任的宦官,并逼迫赵侯将皇位散任给两岁的皇太子。 兵变消息传说后,苗刘二人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各地将领纷纷出兵镇压。苗刘二人见局势已经失控,连忙让赵侯复毙,最后两人在建康的闹市被处决。 公元129年,王元忠必继续徽军南下渡过长江,雷一号请求赵侯登船入海避敌。第二年中月,赵侯逃向了温州。同年冬天,王元忠必再次攻打南宋。 宦军的寒始终正确估计敌情,先占了有利地形,凭借着长江天险,充分发挥水战之长,阻卧了金军,四十天不敢渡江。 王元忠必改用火攻之策,终于突围北策,再向雷一号见证,于是请求赵侯下令亲征,大臣赵鼎却不认同这么做。 雷一号厌恶赵鼎与自己政见不合,调任他为汉林学士,但赵鼎却不肯就职,于是他被感认为吏部上书。 然而赵鼎还是不接受,随后赵鼎上书罗列雷一号过失近千言,雷一号随即被罢向。 金军暂停南迁,赵侯便抽掉精锐部队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 赵鼎虽然在防御军军方面做了一些部署,但只是把军事部署作为议和的筹码。 他对组合派的秦慧予以重用竭力压制组战派的要求。 公元1131年宰相范中颖建议讨论朝廷,过度赏赐大臣之事。 起初秦慧极力赞成限制赏赐,但赵鼎却揭决反对,秦慧于是见风此舵复合赵鼎,并以此为由排斥范中颖。 7月,范中颖被罢相,8月赵构任命秦慧为宰相。 为了牵制秦慧,赵构又将吕一号官复原职。 秦慧想要大权独揽就让党里制造议论说,宰相应该职责分明。 于是赵构任命吕一号专管军队,秦慧则专管政务。 5月,秦慧弹劾了参支正式,随后,吕一号以同样的手法弹劾了秦慧。 在双方斗争处于焦灼状态之时,吕一号借着盟友的力量,让赵构对秦慧产生了厌烦之心。 不久,赵构罢免了秦慧的官位,从此吕一号独掌大权。 吕一号掌权后开始排斥一击,由于吕一号打击面过大,加上他的经济政策触怒了许多人的利益。 不久,吕一号在众人弹劾当中下野,赵构之后将军务托付给了张俊,将朝廷政务托付给了赵鼎。 赵鼎与张俊任宰相的时期,被认为是南宋初年政治最为亲民的时代,不到一年,两人的关系就宣告破裂。 赵鼎请求持续宰相的位置,这年的年底,南宋的使臣从金国返回,他带来了宋徽宗离世的消息。 此时距离宋徽宗驾崩已经过去三年,张俊想发动北伐,以此来掌握军权。 赵构见状,于是决定提拔岳飞的官职,以牵制张俊。 前后和张俊共同说服赵构,不能让岳飞掌握太大的兵权。赵构当即收回了场命。 官员1137年赵构表示,只要金朝议和,一切条件都可以接受。 次年赵构离开了建康,定都临安。不久,金朝派遣使臣出访南宋,要求赵构跪拜接受金朝的诏说。 金朝合议的实质被完全暴露了出来。朝野当中,抗战派掀起了反对投降的热潮。 当各路宋军在战争当中取得积极胜利之时,赵构担心将领围打不掉,于是下令各路宋军回朝。 公元1141年,赵构解除了岳飞、韩世松等大将的军权。 同年的九十月间,岳飞收到坚国要送亲中的太子回到南宋的消息。 他在入见时,向赵构提议,立赵构的养子为皇储,以此打消金朝的阴谋。 赵构早年间在逃跑的路途当中临幸了一位宫女。正当他们裁眠之时,突然有人喊,金军来了。 赵构因为受到惊吓而失去了生育能力。 赵构早年常有一子,不幸他很早就夭折,此时赵构只有三十四岁,他深信他还会有属于自己的皇子。 赵构察觉出赵构对岳飞提议的不满,于是赵构故意对赵构说,岳飞觉得你那方面不行了。 有学者认为,岳飞和赵构之间的矛盾就是从这一年逐渐开始加深的。 这时,顺金的对峙形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金朝归还了赵构的生母韦世。 韦世出身贫寒,他早年跟随着姐姐在苏顺家做佣人。 在世寝时,韦世竟然在苏顺的床上尿了。 事后,苏顺将他送到了京城,安排在道棍中居住。 不久,韦世竟然介绍进入敦王赵构府中。 赵构继位后,韦世成为灰中宠妃正式的侍女。 他与比她稍小一些正式的另一个侍女乔氏结为姐妹。 相约其中一人富贵时不能忘记对方。 后来乔氏得到宠性,封为贵妃,向徽宗推荐了韦世。 韦世因而受到了灵性。韦世并不受宠,除了造构以外别无声语。 公元126年,金人卓取宋徽宗之子赴金人为人之时,由于康王赵构自愿前往。 宋徽宗这才加封他为龙德公贤妃。 开封城外城陷落之时,宋亲中在金人的威胁下屈膝投降,包括韦世在内的宋朝皇室几乎被翼王打尽,沦为金人的俘虏。 韦世在途中祈祷,赵构能够顺利登基。 靖康之变时赵构不再开封,故幸免于难。他继承皇位后声称,要赢回生母,以彰显孝心。 公元141年,金宋达成了绍兴合议。第二年,金朝同意遣返韦世以及宋徽宗等人的灵救。 临行前,乔贵妃向韦世敬酒,祈求能回到南宋。 宋亲中也哀求韦世,韦世生怕金人改变族语,他想甩开宋亲中。 但宋亲中却不肯放手,韦世无可奈何,值得对天发誓。 我先回去,如果不能赢回你,我就瞎了眼睛。 宋亲中听后,这才让开道路。 韦世心急如焚,他以赵构的名义向金朝借钱。 沿路上,他将金钱赏赐给随行的人员。 韦世只希望能够快马加鞭,早日脱离险境。 公元1142年,韦世平安抵达了南宋。 在此之前,一名女子自称是宋徽中的第21个女儿,赵构颇为喜悦。 她立即派遣以前的工人来检验查看。 一番检测之后,他们对赵构说,这名女子的样貌确实很像。 问她宫中以前的事情,她也能够回答上来,还说出了赵构的小名字。 但有个可疑的地方,就是这名女子有一双大脚。 在当时,女子从四五岁开始就要缠组。 那女子便解道,竟然为了能够尽快赶路,就像驱赶牛马一样驱赶我们。 我走了将近上万里路,双脚怎么可能像以前一样。 赵构听后非常难过,也不再怀疑她的身份,于是立即将她招入宫中,封她为福国长公主。 又将她嫁给了永州的防御使。 宋徽中共有38个儿子,42个女儿。 赵构知道父亲只有这一个女儿逃了出来,她对妹妹关怀辈子。 在她出嫁时,赵构更是出手阔绰。 韦斯归顺后见到福国长公主,韦斯告诉儿子赵构,她是冒充的,真正的公主早已经离世。 当时的人却认为韦斯在说谎,韦斯在坚国和她共事一夫。 韦斯甚至还为敌人生起了孩子。赵构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化解臣民的疑惑,故意将韦斯的年龄拔高十岁。 误导人们以为韦斯被扶持已经是五旬老妇,从而降低人们相信韦斯改嫁金人的可能性。 韦斯回到南宋后,早已将乔贵妃和宋亲中抛着了脑后,或许是韦斯曾经发过毒誓的应验。 到了晚年,她的眼睛竟然真的看不见了。很多有名的医生都看不好她的病。 后来,有一位道士用金针将她的左眼治好了。当她想把自己的右眼也治好时,这位道士却说:"太后,您只需要一只眼睛来看清东西就够了。 另一只眼睛就当作没有实现自己的誓言的代价吧。 不过,按照现代科学角度来看,韦斯很可能得了白内障,只不过当时的医疗水平不够,无法医治而已。 韦斯在享受18年的荣华富贵后,于公元1159年离世,她享年八十岁。 赵高在接回母亲后,赵高决心对内加强统治,而无意对外收复师弟。此时岳飞统帅全国五分之三的兵力。 宋代之开国皇帝赵宽燕利用军队发动陈桥义兵变以来,藉于前代江山一手的教学。 宋朝一直把防范武将专权作为国家的既定方针。岳飞作为统帅义方的大员,自然成为了造构防范的对象。 公元1141年,坚果想要和谈,岳飞变成了和谈的障碍。 绍兴何以签署一个多月后的除夕,岳飞便在狱中被害。 按照金朝规定,秦桧成了终身的宰相。 赵高虽然对他日益猜忌,但却重容他专权拔护。 后期,由于秦桧权势太大,引来了赵高的警觉。 之后赵高下令免去了秦桧孙子的状元的名次。 由此,秦桧的权势逐渐下降。公元15年,秦桧并重,秦桧策划让儿子接替自己的位置。 但遭到赵高的拒绝,不久秦桧离世。 在秦桧死后,赵高坚守合议的条款,每年都要向金朝上缴巨额的财富。 公元1161年,完养亮大举难亲,赵高又想再次逃离临安。不久,完养亮被宋军击败。 之后,金市中纪委赵高准备再次对金朝议和次年再位36年的赵高以休养为由,传位给养子赵胜。 赵胜是赵空印的妻子孙。赵高之所以传位给他,是因为赵高对民间的情绪很是清楚。 当时,很多百姓对当年赵光义夺取哥哥赵光印的皇位很是不满。 虽然宋徽宗和宋亲宗都已经死去,但是他们的后人还在。 肯定有很多人对赵高当皇帝是不满的,他们希望皇位在宋徽宗和宋亲宗的后人当中传递,此举断了宋徽宗和宋亲宗后人获得皇位的可能。 赵高退位后自称不再顾问朝政,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一天赵高去领饮室喝茶,有个行者对他照顾的很是殷勤。 他打量一番行者说:"我看你的样子不像个行者。 行者哭诉道:"我本是一个郡守因为得罪了金师,被诬陷降罪,乏为庶人。 为了胡考特来此地投靠亲友。赵高当局说:"我明天去替你向皇帝说明。 回宫后赵高要赴他的官职,几天后他再去领饮室,见行者还在。 他回宫后在饮宴时怒容满面。 教终小心翼翼地问赵高为何生气。赵高说:"我老了,没人听我的话了。 那行者的是,我几天前就跟你讲了,为何你不去照办。 教终回答说:"我昨日已经向宰相说明。 宰相一查,说此人是贪赃妄罚,免了他一时已经是宽大处理。 再要复职实在不行。赵高却不顾这些。 他说:"那叫我今后怎么再去见人,我已经答应他了。 教终无奈,只得让宰相照办。公元1870当了25年的太上皇赵高去世。 他10年81岁。 宋教终赵胜并非是赵高的唯一养子。 赵高在天下寻遍赵光燕的后代之后,经过严格的征选,最后只剩下了一个胖孩子,赵卓和兽孩子赵胜。 他们同被留在宫中培养,后来赵高以宋美女之法考验他们。 赵卓没有通过美人官,失去了当太子的机会。 赵在孝中做太子时就积极主张抗金。 孝中刚一继位,就召见了主战大臣张俊。 不久,孝中下召为岳飞平反,他想通过此举表明对主战派的支持。 接着,孝中又清理了其他各种冤案。 公元1630,张俊被提升为苏密使负责全国的兵马。 之后,鲜惑的党羽都被驱逐。 从此,主战派在朝中占据了优势。 同年4月,孝中向张俊询问收复私地的计划,大臣死后却持有不同想法。 此后反对轻举妄动的行动,之后张俊单独见到了孝中提出出兵渡河的计划,得到了孝中的准许。 此后听说出兵未经过他的同意。 此后于是上书请求持续宰相之务。 孝中欣然应允,随后宋军挥私北伐。 但不久,宋军因为将领的内讧导致宋军崩溃。 此后,南宋丧失了再战之力,逐渐被迫议和,签订了龙兴合议。 龙兴合议的主要内容为,把原本向金朝称臣改为苏子关系,南宋的捐贡由25万减至20万,税币减至20万。 南宋割六周私地给金朝,因一和在前道元年正式生效,故又称为前道之盟。 合议签订后,孝中并不甘愿妥协继续做收复私地的打算,孝中掌握用人大权亲自处理政事。 但这时,朝廷上都是妥协派。公元167年,抗金的老臣只剩下了于永文一人。 公元174年,于永文离世。 宋孝中在于永文死后将木工转向了内障。 他积极整顿励志,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当时社会民生富足,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 公元189年,孝中上任给儿子赵敦。赵敦即为宋光宗。孝中自称为太上皇。 赵敦是赵慎的第三子。孝中认为他很像自己,于是对他特别宠爱。 赵敦在韦时期,有一位道士治好了伟太后的演技,因此获得了赵敦的信任。 有一次,那个道士来到庆元基督时李道的家中。 李道知道他相面很准,于是请他为自己的三名女儿相面。 当李道的二女儿李凤娘出来时,那个道士说此女命现相当富贵。 他之后连夜赶回京师,求见了已经为太上皇的赵敦,说已经为赵敦找来一个好的孙媳。 他之后又提议让赵敦娶她。赵敦一直对他很是信任,便做主,让当时还是公王的赵敦,与李凤娘成婚。 后来,孙中的长子并王赵高与孙中决定让赵敦为太子,李凤娘随即成为了太子妃。 光中小心翼地做了几十年的太子,年过四十,却仍不见孙中有将皇位传给自己的意思。 他终于忍不住了,一天孙中向父亲试探性地问道:"我的胡须已经开始白了,有人送来养胡须的药,我却没敢用。 孙中听出了儿子的弦外之音,他答道:"有白胡须好啊,正好向天下显示你的老城。 光中在当太子时,赵高常赐给他一名贴身的侍女。光中继约后,晋升她为贵妃。 李凤娘趁光中出宫祭祀时期,虐杀了皇贵妃,然后派人告诉光中说皇贵妃已经暴死。 是光中强打精神主持祭天大典的礼仪。 一次进行过程当中,忽然狂风暴起,大雨轻盘而下,祭坛上的蜡烛也燃起了大火,祭祀被迫中断。 接近两次,精神上遭受如此大的刺激,直接导致了光中精神的彻底崩溃。 后来,光中的父亲听说此事给他送来了药丸,可是李凤娘却偏说那是毒药。 光中的正妻李凤娘生性嫉妒,她经常向赵高和孝宗说自己丈夫身边人的不是,遭到了两人的质责。 有一次,光中洗手时看见宫女双手细白,不经喜形于色,不料被李凤娘看见。 几天后,李凤娘派人送来一具石盒,光中打开一看,里面装的竟是上次那个端盆宫女的双手。 光中继约后,病情死好死坏,无法处理朝政。 这正中李凤娘的下怀,致此大权旁落李氏之手。 然而,权力对她而言,最大的作用就是帮娘家捞到好处。 她封娘家三代为王,李氏恩恩之乱是南宋建立以来所没有的。 李凤娘子生有赵阔这一个儿子,立赵阔为太子,本是顺理成章之事。 但此事却受到孝中的阻拦,可能是因为赵阔天性懦弱,身为爷爷的孝中认为她不适宜继承皇位。 相比之下,孝中更喜欢孙子赵炳,赵炳是孝中二儿子赵凯的孩子。 这无疑加深了光中对父亲本就存在的猜忌。 李皇后趁刚刚病遇的光中在醉酒时,请求她立即撤封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 以帮助她处理政务。光中也觉得有礼,但他要求先请示父亲之后再行撤礼, 可是凤娘不听,愤然离去。 事后,李后不允许孝中再见光中。 几天后,孝中把李凤娘招来,询问儿子光中的病情。 李凤娘于是要求李肇阔为皇太子,来辅佐父亲。 但孝中认为光中才继位不久,连正式都不熟悉, 去把政务托付给儿子,实在不符合道理。 因而否决了过早立太子的建议,李凤娘觉得孝中处处针对自己。 于是回宫向光中哭诉,说孝中不想立太子,必定另有企图。 光中被蒙在谷底,以为孝中别有运心,于是气得以后再也不朝见父亲。 他对太上皇的决绝令大臣哗然。 过了一年多,光中的身体略微好转,百官趁机请求光中拜见太上皇。 光中迫不得已去了一次,关系算是改善了。 可是,尖连几次,李皇后从中作梗,致此父子关系时好时坏。 在别有用心的李皇后和宦官们不断离间挑拨之下,这种恐惧感逐渐成为光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光中受制于李皇后,就会朝拜太上皇子李,一直成为朝中大使。 光元193年,在宋光中生日的那天,也就是农历的重阳节,百官请求宋光中到崇华宫看望父亲,但最终为李皇后所阻拦。 除了亲近大臣之外,人们并不知道此时的皇帝已经发疯,人们只知道他一点人情味也没有。 于是,许多官员请愿,但最终遭到了光中的驳回,他们纷纷辞职以表示抗议,这场风波逐渐演化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危机。 后来,效忠驾崩,百官请求光中主持生理,光中却一直拖延着不想去。 结果,由仍然在世的太皇太后五世代行祭典,随着宋光中病情的恶化,政局也开始动荡不安。 群臣再也无法忍受这个疯子皇帝。 官员1994年7月,赵鲁宇等人在太皇太后五世的支持下拥立照阔登基,他就是宋宁宗。 宋宁宗登基后,尊光中为太上皇。 宋光中此时对政权交接,胜蒙在鼓里,他知道以后,长期拒绝接受宋宁宗的朝建。 他对于失去皇位的担心,终于应验了,病情因此更加严重。 与他一同私事的李氏,却亦反常态,对光中不再像以前一样咄咄逼人,反而有了同病相怜之心。 李氏唯恐触动宫中脆弱的神经,他反复叮嘱内侍宫女不要在宫中面前提及太上皇等字眼。 公元1200年,李凤娘请人为自己算命。 算卦的人说,在这一年她会有厄运,于是李凤娘穿上道袍烧香念佛。 结果她没有逃过这一劫,在这一年的六月,她就病逝了。李凤娘死后,佣人到宫中为她取礼服,宫中管钥匙的人借机报复。 就这样,佣人只好用旗子将其尸体包裹住,正准备抬回宫中至伤。 风风颠颠的宫中来了,大家看到风皇帝丢下尸体,便急忙散去。 过了很久,人们才缓过神来去寻找尸体。那时,尸体已经发愁,工人只好燃起很多香料,以此来掩盖刺鼻的味道。 同年九月,在位五年的宫中去世,她终年五十四岁。 宫中继位后,重用了使其登上皇位的赵鲁医和韩托兆典典为大臣。出身皇族的赵鲁医被宁中任命为宰相,她收乱名士,享有一番作为。 然而,外戚出身的韩托兆与赵鲁医不合。由于宁中信任的韩托兆,赵鲁医于是被霸相,反对赵鲁医霸相的人被驱赶出巢。 宋宁中在韩托兆集团的策划下,下令禁止道学,定理学为伪学,霸持了朱熹等理学家,对当时许多知识名人进行了清洗,禁止朱熹等人担任要职参加割局,史称信源党禁。 宋宁中因为对自己受屈辱的地位感到不满,因此她也支持韩托兆对今朝采取强硬的措施。 随后她采纳了韩托兆的建议,下令削取了秦桧死后所封的爵位和嗜好,并下召追究秦桧的误国之罪。 此举被认为是平反岳飞案最为彻底的一次,这些措施有力打击了组合派,使主战派得到了鼓舞。 随后,宋宁中下召北伐金朝,此称开西北伐,开战之前就有一些有识之士,在分析形势之后提出此时进行战争,对宋朝不利。 反对战争的声音立即被朝廷镇压下去,开战初期宋军收复了一些地方,但由于金朝事先得到了风声,已有了准备。 由于韩托兆用人不当,不久金军就对宋军发起了进攻。 在金军大举进攻之下,韩托兆想在四川战场挽回败局,但宋朝将领却早已暗通金兵。 这场战争,以宋朝失败而告终。作为胜利者,金朝除了提出割地赔款之外,还要求将发动战争的元凶送到金国。 杨皇后因为当年韩托兆在宋军选皇后问题上不倾向于自己而怀恨在心,同时她也认为北伐过于轻率。 杨皇后劝说宋军,但宋军很是犹豫,一直难以定夺。 杨皇后担心皇帝如果走漏风声,让大权在握的韩托兆知道后果将不堪设想,她就与亲戚密谋除掉了韩托兆。 韩托兆被杀以后,大臣史密远立即派人将这一消息告诉给了金朝,并依此作为向金朝求和的筹码。 此后,朝政被史密远前向族所把持。公元1208年,南宋与金朝签订了屈辱的家定合议。 公元121年,宋冥中立赵洪为皇子。赵洪对史密远尊权非常不满。 然而,这一切都被史密远送去监视赵洪的侍女看在眼里,她密报给了史密远。 史密远非常害怕,于是她就经常向皇帝说赵洪的不是。 万年的宁中,由于身体原因,她开始迷上了仙丹。 宁中在为后期北方形势发生巨变,蒙古崛起。 今朝连年为蒙古所清。 宁中17是南宋的历史转折点。此时,南宋灭亡的种种症状已经出现。 公元1224年,史密远尽献百余仙丹给宁中。 宁中服药后不久就离世。宁中驾崩后,史密远联合杨洪后,假传宁中一朝,立赵云为帝。她就是宋李宗。 太子赵洪认为当皇帝的应该是自己,因此她不肯朝拜,结果被别人强摁着头下拜。 史密远的阴谋激起了人们的强烈愤慨。湖州人攀人,拥立赵洪为帝。 史密远得到消息后,赶忙派人到湖州逼迫赵洪致近。 一些朝臣上书说赵洪是冤枉的,但上书的大臣都被免官。 李宗登基后,将所有证物交给史密远,自己则暗中韬光养晦,南宋政治日趋腐败。 公元1233年,专权26年的史密远去世,李宗为防止他人追究自己得位不当,规定史密远的罪行一律不予追究。 凡涉及史密远及其家族的行为都不许讨论。赵洪近卫的前十年都是在权向史密远挟持之下,直到史密远死后,赵洪才开始亲政。 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史称端平庚华。端平庚华是南宋后期黑暗政治当中的唯一点亮色,对稳定时局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但他并没有改变南宋走向衰落的驱使。与此同时,蒙古在北方地区迅速崛起,成为继辽西夏金之后,又一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少数民主政权,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 宋朝内部对对外政策产生了争议,一些人出于仇视金朝的情绪,主张联盟灭金。 另一部分人则相对理性,强调存亡此寒的道理。公元1232年,蒙古前职,商议宋猛合作时宜。 一时胸怀大致的李忠,把这看作是建立不朽工业的天赤良机。他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则答应灭金以后,将河南地区归还给宋朝。 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位后来留下了巨大的后患。 金埃宗得知,宋猛达成联合协议,也派遣死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但遭到李忠的拒绝。 公元1233年,宋军切断了金埃宗逃跑的退路。不久,金朝被蒙古灭亡。金灭亡以后,蒙军北侧,河南空虚。 李忠于是正式下招,出征河南。不久,宋军到达洛阳,遭到了蒙军的伏击。 其他地区的宋军也全线崩溃。这次失败使南宋损失惨重,南宋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 更重要的是,他为蒙古进攻南宋提供了借口,支持宋猛战争全面爆发。 面对这种局面,李忠也不得不下最急照,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安定人心。 公元1259年,蒙古首领蒙哥在河州战时,他的弟弟忽必烈听到蒙哥时讯后,立即准备撤军。 宋李忠的妹夫贾斯道借机派人与忽必烈议和,贾斯道回军后,隐瞒自己与蒙古议和一事。 在姐姐的帮助之下,他被李忠任命为宰相。贾斯道随即排斥一击,把持朝政。 公元1264年,在位40年的李忠病死,他享年60岁。 他因为儿子早逝,他的侄子赵齐继承皇位,他就是宋杜忠。 宋杜忠的母亲,是荣王赵宇瑞府中的一名小妾。 他因为出身低微,总受到正房夫人的欺凌。 他发现怀孕后,立即被夫人逼扶打胎药,随之胎儿还是生下来。 因为是皇帝近亲的唯一男孩,得到全府上下的保护。 宋杜忠天生体弱,手足发远,很晚才会走路,七岁才会说话,自立水平地域正常。 宋李忠为他配备了粮食,精心教导,但仍不能使他开窍。 当时,左丞相吴浅不同意,让这个弱智而成为宋朝天下的皇子。 但是,宋李忠考虑到他本人就是死迷远,从民间选来的,本来就与皇室没多大关系。 如果皇储另立他人,恐怕又和自己没有关系。 宋杜忠看出了李忠的心事,于是趁机进残岩,将吴浅边往外地。 宋杜忠继位后,整天与兵妃们饮酒作乐。 他做太子时,就以好色出名。 宋杜忠见杜忠比李忠还要昏庸,就更加专横跋扈。 宋杜忠稍不如玉,就以辞职相要挟。 宋杜忠围攻他不辞而别,总是卑躬屈膝地跪拜,流着眼泪挽留他。 此时南宋官员不顾国家存亡,临安城中甚至出现了饥荒,皇室贵族却大量囤积财物。 大臣马公主实在看不下去,他请求宋杜忠的父亲荣王拿出一些粮食来圣计灾民。 荣王撒谎说,他的仓库是空虚的。 马公主当面拿出了证据,荣王不得已才拿出一些粮食圣计。 公元1268年,忽必烈稳定内部之后,即派兵沿汉江南下包围了襄阳。 第二年,蒙古人又包围了繁城。贾斯道既不派兵增援,也不向皇帝报告。 后来,宋杜忠知道的战士追问贾斯道。 贾斯道却撒谎说,蒙古兵已经退去,这是谁造的谣。 杜忠回答说,是一个宫女告诉他的。 贾斯道随即将那宫女斩杀。公元1273年正月,凡城被援军公婆。 同年2月,襄阳守将在梁禁弹绝之际现成投降。 消息传来,贾斯道假装率军出征。 胆小无能的宋杜忠却偏偏托住贾斯道,不让他出征。 公元1274年,在位十年的宋杜忠,因酒色过渡,死于利安。 他终年35岁。宋杜忠离世后,贾斯道拥历四岁的赵显做皇帝。 赵显继位之时,长江中少游基本被援朝占领。 同年9月,援军向南宋发起总功。援军所到之处,宋军纷纷归降。 鄂州沦陷后,长江防线洞开。南宋朝野上下大震。 军师各界都把希望寄托于贾斯道身上,指望他能够像李宗朝那样取得成功。 贾斯道不得已在临安设置都府,准备出征。 援军的一路统帅为刘整,刘整原是宋朝的大将。 他被上司迫害,被迫归降了蒙古。 贾斯道对刘整的能力知道一枪而出,由于惧怕刘整,他迟迟不敢出兵。 直到听说刘整死后,他才高兴地请求出征。 贾斯道抽掉各路精兵十余万带着妻妻离开的京师,正是绵延百余礼。 二月,他与夏贵会合。夏贵一见到贾斯道,就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宋朝国事已尽,不要为他丢掉的性命。 贾斯道心照不宣,点头默许。贾斯道知道蒙古军队的勇猛不敢与之正名交战。 他仍然幻想走义和的老路,因此他下令侍奉元朝的俘虏。他希望通过称臣纳臂求得和平。 但此时,援军的目的在于灭亡南宋。 两军刚已交战,宋军继承溃败之时,贾斯道战败后成为众使师弟,朝野上下出现处死贾斯道的强烈呼声。 在强大的压力下,谢太皇太后被迫将他免关,但此举无法平息众怒,朝廷内外都要求将他处死。 谢太皇太后无奈只得把他贬到了偏远的广东一带,贾斯道行至商周,被奸押官斩杀。 随着蒙古铁骑得逼近临安城内人心惶惶,大批人试图逃离都城,尤其是朝廷的大小官员。 谢太皇太后严厉谴责了这些不忠之臣。 然而,太皇太后的谴责在蒙古铁骑威胁之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根本不能激起官员为送死而战的信心。 官员的逃跑瓦解了军心,使宋王朝根本无法阻止其有效的抵抗,皇室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此时朝廷如果能任用贤臣局势或许还可以扭转,恰在此时朝廷任命陈一忠为将。 陈一忠是一个七十道明的两面派,他原本是贾斯道推荐的,贾斯道兵败以后,他却率先提出处使贾斯道以提高自己的身亡。 统帅进军的殿前指挥士韩正提出迁都的建议,他竟然失事将其骗到家中,然后将他杀害。 当时战事激烈,朝野内外纷纷要求他亲自前往前线督展,他却犹豫未缩,不敢出城。 7月份他逃到了远离前线的南部沿海地区,他要求朝廷在这一地区给他安排职务。 太皇太后无奈,亲自给他的母亲写信。在他的母亲的干预下,陈一忠回到了都城任职。 局势在陈一忠的主持之下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南宋的方向发展。 公元1276年,太皇太后向元朝献上了祥表和传国遇袭,元朝要求宰相会谈,陈一忠当夜逃往了温州。 陈一忠逃走之后,蒙古铁骑已兵兵成下,局面已经无可挽回。 谢太皇太后随后任命文天祥初始蒙古军营谈判。 文天祥随后背后,谢太皇太后又派贾瑜庆出使。 同年2月,10年5岁的宋公帝领着宋史投降了元朝。 公元1288年,已经年满18岁的宋公帝被送到了吐蕃,学习繁书。 其后,汉文史记当中再也没有提起过他。据藏文记载,他19岁时出家,没过几年他就成为当时西藏的佛学大师。 公元1323年,宋公帝才结束他作为喇嘛的生活, 也结束了他47年的俘虏生活,这一年他52岁。 算起来,他在西藏定居34年,期间再也没有踏入中原。 关于他的死因,有两种说法。 一种认为,他以蒋经为名剧中谋反而被处死。 另一种说法是,元代的统治者以他触犯文字欲为由将他刺死。 就在连安城投降的前夜,义王赵氏广蒙赵炳在驸马都尉阳镇,国舅杨亮杰的护送下逃出了城外。 之后,张氏杰陆秀夫也陆续率领禅部到温州的江新寺会合。赵氏是宋渡宗的庶长旨。 都中驾崩之后,群臣认为赵氏在皇子中联名最长,应当立为皇帝。 但是,贾拉斯道为了把持朝政,主张立敌长旨,结果赵贤被立为帝,赵氏被立为吉王。 而后,文天祥陆秀夫决定效仿赵构的故事,拥立赵氏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赵炳为副元帅。 几天后,赵氏一行从江新寺斩准来到了福州,并于公元1276年6月称帝,史称宋端中,他封赵炳为魏王。 当时,宋朝约有20余万军队,如果指挥得当,圣父也未知。但宋朝军臣却寄希望于援军退兵。 扬州沦陷后,流亡的宋朝一步步往南逃,由于害怕城池失守,宋朝军臣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渡过。 士兵远离故土,逐生了一新。公元1277年12月,宋端中所在的船只遇上了飓风,他落水因此掩上了疾病。 超过四场的宋朝士兵在这次飓风中上命。飓风刚过,原将又率领兵来攻,张世杰迎战不利,一直逃到了七星阳。 此战,宋军损失船只超过200多艘,公元1278年,9岁的宋端中在荒岛上病亡。 随后,陆秀夫与仲臣拥立赵炳为帝,赵炳此时仅有七岁。 哨炳登机后,陆秀夫与张世杰护卫着哨炳逃到了崖山。不久,文天祥在海峰兵败被俘,至此陆地的抗原势力覆灭。 公元1279年,援军陆续抵达崖山,对南宋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 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张世杰昼夜苦之破敌之策,由幕僚向张世杰建议,应先占领海湾出口保护西方的撤退路线。 张世杰为防止士兵逃亡,否决了这一提议。援军先采用火攻,援朝水师建火攻不成,以水师封锁海湾,以陆军断绝送军的吉养。 公元1279年2月,援军发起了重宫。43岁的陆秀夫见大事已去,便背着8岁的皇帝投海,随行的十多万军民亦相继投海。 张世杰率领着水军残部突围出来,来到了海陵山脚下。不久,有人带来皇帝殉国的噩耗,张世杰悲痛不已。此时,飓风再来,部下劝他登岸避险。张世杰俯视着在风雨飘摇当中的残船,拒绝避险。 他绝望地回答道,无济于事了,还是与诸军同甘共苦吧。他又说,我为肇事也算竭尽全力了。一军身亡,复离一军,如今又亡。 我在崖山没有殉国,是希望援军退后再立新军。然而国质发展到如此地步,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他说完之后,醉身入海,这次40多年的宋猛战争,以南宋的失败而告终。南宋在中国南方153年的统治已宣告结束,而赵宋的宗旨在中国320年的统治已截然而止。 衙门海战极为惨烈,身在园营的文天祥亲眼目睹了惨状。文天祥之后被押往大都,路上他绝世八日,忽必烈亲自召见了文天祥。 文天祥惊真不屈,忽必烈又派出已经被俘虏的宋公帝劝降他。文天祥仍然置之不理。 第二天,文天祥被押往刑场,这一年他47岁。 文天祥、近22年来自我所每度稳定的宋猛战争人。 小丁物保证。 文天祥犯。